很多時候我們看一個人喜歡什麼類型的車 就會知道那個人的人物特性 我就喜歡一些有大步的車 你是喜歡哪一類型的車 我喜歡旅行車 我真的很喜歡我現在開的車 首先它又不是股東車 但它絕對是一個奧客 所以你開它 你也是感覺到那一輛車 它比喻是有反應的 你會感覺到的 還有轉彎是感覺到那輛車的方向 那這些是股東車的 給予你的特性 是的 新車是方便 是很駕駛 但舊車是一個關係 你跟它有一個 你要跟它溝通 你的溝通 快點 轉了 你以往在美國生活那邊 你多不多去的場地和路程嗎 其實不多 不過我試過有一次有一年去一個十天的路程 就很開心的 那次在大學 剛剛好就有十天這個Spring Break 我就跟三個其他朋友 很隨心很積慶地說 不如我們去一個 去墨西哥 去十天 不知道去哪個 總之 即是十天要回來 即是我們要上學 那真是 過程就真是 每一天出發 就有太陽 就保持著駕駛 駕駛10至16 12個小時的每天 接著 一天黑 就是 去哪個城市呢 就在那個城市 找一間酒店 就是這樣重複重複 那很開心 因為其實發覺原來墨西哥是一個很漂亮的國家 每天都有不同的風景 題 即是第一天是雪山 都不知道 在雪山啊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墨西哥是有雪的 那真是雪山 接著第二天就下來就是沙漠 那第三天就是樹林 接著第四天就好像是一些耕田 好像田園 田園 即是好像元朗 可能元朗 接著第五天就終於去到目的地 就是一個很tropical的 很熱的 液大雨林的感覺 是 海邊 海 很多時候 我們去 road trip 我自己 我很少搭自己的車 因為我不想太勞逆他 那時候你四個人 你們是誰貢獻車出來 還是租車呢 沒有什麼選擇 因為其他人沒有車 所以一定逼著用我的 那時候其實我駕駛第一輛車 不算是一輛大車 我們有四個人 加上行李 加上一支吉他 所以那個感覺就… 我不知道我覺得很開心 一輛車坐滿朋友 不斷聊天 聽歌唱歌 很開心 所以駕駛我的車 對 但是駕駛了 駕駛了這麼久 有沒有勞損呢 其實我有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關於回來 那回來之後 過了一段時間 之後那輛車有些問題 要拿去修理 那便去了一個車房 在一個墨西哥那裡開的 那我說 那輛車壞了 你幫我看看 那便放下輛車 然後回來拿 他便說 你先生 你去了墨西哥嗎 我說 你怎麼知道 已經一段時間 如果他剛剛問 看到車很骯髒 這樣也很正常 但是這輛車已經洗乾淨了 完全過了一段時間 那他說 是啊 因為我打開你的引擎 其實在那些濾濾 我找到一些草 這個草 它只是墨西哥才有的 可能你經過草原的時候 它飛了一些下去 是啊 他說如果你只在L.A.開這輛車 不會有這樣的草 如果讓你再現在選擇 你會不會都想再去一個 長途的路程 或者想去那個地方 我想和一班朋友 即是上次是四個 會不會可以是 夾到八個朋友 即是兩部車 兩部車 或者甚至貪心B 三部車 一班人飛去內蒙古 接著租車 駕回來香港 即是由內蒙古駕駛來 可能我不知道幾多人 有當十人 那十個不同的風景去看 我覺得這個會是一個很棒 而且完全感覺到上次去墨西哥的路程 你是不想記回回程那段路 因為這次你是選擇去內蒙 駕駛回來香港 是的 但這就是路程的樂趣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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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